不不姐,我们余总现在特别证证专利 说要提高专利申请,还要扩大专利的申请量 这是好事儿啊,专利对技术导向型企业很重要的 我们有些研发人员不了解怎么写交底书,你快跟我讲讲 写交底书确实很重要 交底书是发明人和专利代理师沟通的基础 也是代理师工作的起点 巧复难为无以之吹嘛 没有技术交底书,代理师肯定编不出来专利申请 技术交底书应包含的内容有 一,方便读者理解本发明的技术背景 就是说别人怎么干,有哪些不方便之处 可以列出论文或者在线的专利 二,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就是你为啥要做这个,你的发明目的是什么 三,为了说明我是怎么做的 需要提供完整技术方案,也就是发明方案 这是整个文件最关键的部分 要结合附图详细阐述解决每个技术问题 所采取的技术手段,以及相应的具体实施力 四,接下来要用具体的例子 说明我具体是怎么做的 最好图文结合 五,说明本发明技术方案带来的有益效果 也就是我的方案好在哪里 本发明相对现有技术而言 所具有的优点和效果是什么 此外,还要考虑替代方案 也就是还能怎么做 主要就是这些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记得还要注意技术交底书的典型问题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还挺多 我一定转达给我们公司的研发人员 多谢 别客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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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